灣區華裔人口眾多 買房置業是每一個家庭的美國夢想 但是在上個世紀走出唐人街 渴望融入主流社會的華人家庭 要想在舊君山擁有住房 卻遭到種種的阻力 1977年由華人地產經濟組成的 美國華人實業協會在舊君山成立 40年來 他們見證了華人家庭在灣區 爭取住房和產權奮鬥的過程 從中國城到劣質文區 再到日落區 華人住戶和商家密集分布 已成為舊君山最主要的少數族裔 谈起美國華人實業協會成立之初 華裔移民買房之業的艱辛 年輕一代董事們 只能從老一輩地產經濟的叙述中 體會一二 通常他們買房子的人 他們都不會說這個英語 所以一定要靠著 就是華人的經濟去幫他們買房子 但是也受到很大的歧視 所以這些華人的經濟就聯合起來 成立這個協會 就是大家可以幫到大家 有一個團結的力量 當時的中國移民大多經濟拮捕 努力工作辛苦打拼 才能置得一份屬於自己的物業 很多人通過出租房屋填補家用 1978年的時候 就是剛剛在三房市成立這個叫做 Rain Control 就是租墓的管制 剛開始的時候是說是暫時性的 當然我們知道現在是一直都沒有變過 然後越來越嚴重 我們這個協會成立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可以幫這個房主 有房子的人去保障他的權利 目前已擁有400多名會員的華人實業協會 每年固定舉辦活動 邀請政府官員講解住房政策 為屋主提供法律 理財 保險等多方面的諮詢服務 同時積極參加反對嚴格租管的維權活動 今年華人實業協會將應來成立40周年紀念 作為非牟利機構 他們希望秉持初衷 為華人權益繼續發聲 新唐記者林肖然 就近山灣區採訪報導